生活指南 政策新规 去世分享 旅游贴士 还有什么是您想知道的 美的居委会网络各类资讯 与您一起在路上知讯息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美国中文电台 给您带来的美的居委会 我是新尧 说到今年开年最火爆的 华语电视剧 相信很多朋友会在第一时间 想到狂飙 那这部电视剧的高开高走 是让很多观众沉迷于 电视剧情当中 目前这部剧 是已经跃升了 爱奇艺的必看榜首位 超越此前霸榜已久的坠续 同时还斩获了 云和数据的霸评榜冠军 豆瓣的实时输赢榜冠军 等塔正片播放第一 有超过15万名的观众 在豆瓣是参与评分 其中有超过60%的观众 更是给出了五星好评 那在豆瓣热门的输赢榜单上 狂飙更是超过了流浪地球2 满江红夺得冠军 这样的反馈侧面印证了 这部剧成为了今年国产剧 第一部现象级作品的事实 就如100个人眼中 有100个哈姆雷特样 观众对于狂飙 也有着不同的体验和观感 而喜欢这部剧观众的最大共同点 就是对作品细节处理的认可 而星瑶本人还有我身边的家人朋友 无论身处何地 都已深陷到狂飙的剧情当中 作为一部以扫黑除恶为中心内容的电视剧 能够获得如此高的口碑和全民追剧的狂热 可想而知这部电视剧的精彩 当然了 作为主演的演员们张一张宋文 也都贡献出了教科班书的演技 如果还没有看过这部剧的朋友们 星瑶更是强烈推荐 可以看一看 那么具体的内容和情节 在这里我们也并不会细说 不过相信 有些在美国看了这个电视剧的朋友们 会和星瑶有着一样的迷思 那么在美国 黑社会又是什么样的呢 那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也来八卦一下 和大家聊一聊美国的曾经黑社会 在维基百科上 能够找到的美国知名的黑帮分子 叫做阿方基 加布里埃尔卡鹏 那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到网上去看一看他的照片 看起来是一个文质彬彬的男人 他曾在斗欧中被对方打伤脸部 而留下了疤痕 因此也有着八脸的绰号 从1925年至1931年 他是掌权芝加哥黑手党 使芝加哥黑手党成为最凶狠的犯罪集团 这个集团也被称为奥特菲 而卡鹏也成为20世纪 20年代至3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黑手党领导人 说到卡鹏 他是在美国的禁酒时期 获得了非常大的名气 美国的禁酒时期 也是美国的禁酒令 这个是在1920年至1933年期间 美国推行的全球性禁酒 禁止酿造运输和销售酒精饮料 根据当时的联邦法律 酒精私有和消费并不是非法的 但是许多地方的法律是比较严厉的 一些州更是完全禁止私藏 我们说回到卡鹏 他是在1899年出生在纽约市的 他的父母都是意大利纳布勒斯的移民 作为家中八个兄弟姐妹中 年纪最大的一个 卡鹏的童年生活过得并不富裕 可以说是相当贫穷了 而从14岁开始 卡鹏就开始为当地的黑社会跑腿 没过多长时间 当地的帮派首领就看中了他的潜力 将他收入麾下 并且开始重点培养卡鹏 那在青年时 卡鹏加入过五点帮 成为组织犯罪场所的保镖 在20多岁的时候 他搬到了芝加哥 成为了强尼托里奥信任的保镖和杂工 托里奥是非法提供酒精的犯罪集团头目 芝加哥犯罪集团的先驱者 并且是通过了西西里亚联盟 而获得了政治保护 卡鹏的医生兴衰 与北边帮的冲突有着紧密的联系 那托里奥在被北边的枪手枪杀后退休 并且是将控制权交给了卡鹏 卡鹏亚则通过大量的暴力手段 扩大了非法撕救生意 并且由于他与市长威廉海尔汤普森 和该市警察部门的利益关系 他的非法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庇护 与很多影视剧当中所描绘的黑帮老大一样 卡鹏十分擅长塑造良好的名声 比如在球赛中出现 受到来自观众的欢呼声 并且向各种慈善机构捐款 他也被许多人称为是现代的罗宾汉 不过黑帮毕竟是黑帮 在臭名昭著的情人节大屠杀事件中 他唆使手下杀死七名男子 因此他的名声也是一落千丈 有影响力的市民要求政府对此有所作为 而报纸更是将他称为头号公敌 说到情人节大屠杀 是发生在1929年2月14号 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的一起谋杀案件 有七名来自北边帮的帮派分子 是遭到了集体枪杀 那这个案件一直没有被侦破 但是人们相信这是美国禁酒时期中 意大利美国帮派有卡鹏领导的 南边帮之间的一次激烈斗争事件 可能是因为贩卖私酒利益而引发的斗争 联邦政府监禁卡鹏 并且是在1931年起诉他逃税 那在审理案件期间 法官认为在证明卡鹏未缴税之前 需要向联邦政府谈判支付他所欠的退税 那事后卡鹏被判处11年的有期徒刑 并且被关押在联邦监狱 那在定罪之后 他是以税向法律专家替代了他的辩护团队 并且通过最高法院的裁决 加强了他的上诉理由 但是他的上诉最终是失败了 他在判刑早期 是已经出现了没毒性的痴呆症 那在1947年的1月25号 卡鹏在中风后死于心脏停止 而卡鹏所犯的罪行 不但至今仍时常被人们提起 也曾被搬上大一幕 例如奥斯卡得奖电影《铁面无私》 讲述的就是卡鹏的故事 虽然说卡鹏是黑社会的罪犯 但是却扮演着扶弱济贫 调节纷争 维持秩序的角色 在某种程度上 更是有点我们中国异贼的味道 甚至成为了另类美国梦的象征 部分传记家甚至认为 他是1920年代芝加哥地下市长 美国黑道头号人物 以及史上最令人感兴趣的罪犯 除此之外 他的犯罪行为也常被引用 美国911事件 参与策动攻击行为的塔利班组织 就曾声称 和卡鹏的所作所为相比 我们的行动并没有那么可怕 另外现代知名的建筑师 亚历山大葛林 在提及芝加哥败坏之安时也声称 芝加哥仍然活在爱尔卡鹏的时代 卡鹏绝对是被称得上 20世纪最臭名昭著的 美国黑帮老大之一 直到现在 也有许多文章 书籍和电影的主要题材 都是以他为犯罪的原型 而说到穿戴蓝色系条纹的西装 和倾斜的 费多拉帽的黑斑刻板印象 就是基于卡鹏的照片 而他的口音习性 面部的构造身材 和对他名字的西访 都被用于漫画电影文学的 许多黑帮当中 全新的节目带您了解 更多的美国全面的视角 让您更好的知晓身边事 让您与信息达成亲密接触 美的居委会总想给您更多 您正在收听的是 美国中文电台旧金山 AM1450 西雅图AM1540 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的美帝接约会 那接下来的时间里 新姚与您一起继续关注 今天美帝就委会的内容 那我们继续来八卦一下 美国的黑社会组织 提醒大家的是 那新姚找到的材料都是来于网络上 主要还是提供大家娱乐一下 大约是在五年前 也就是2018年的时候 美国联邦监狱管理局表示 在当地时间的30号早间 恶名昭著的波士顿黑帮老大 詹姆斯·巴尔杰 被发现是死在了西弗吉尼亚州的联邦监狱内 根据当时的报道 89岁的巴尔杰在迎接西弗吉尼亚联邦监狱的第二天死亡 联邦官员并没有说明他的死因 但是联邦监狱的管理局表示 没有其他的囚犯或者是监狱人员受伤 虽然说多家美国媒体表示 巴尔杰遭到谋杀 但是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 而巴尔杰的辩护律师也表示 无法证实或者是否认这些报道 说到詹姆斯·巴尔杰 他是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多切斯尔特市 是位于波士顿的爱尔兰裔美国罪犯组织 冬日山岗帮的头目 那这个组织是在波士顿南部 从事走私毒品和敲诈勒索的活动 一直以来 巴尔杰都是绞尽脑汁的 想方设法逃脱法律的制裁 美国FBI更是花费了长达20年的时间来捉拿他 曾经悬赏100万美元 但是由于巴尔杰隐藏行踪和使用假的身份 一直是逍遥法外 一直到2011年的6月22号 逃亡17年之久的詹姆斯·巴尔杰 才在美国的洛杉矶县圣塔莫尼卡什洛网 那说起这位人物的发迹史 是非常有戏剧性的 因为从一开始 他可是作为FBI的线人 早在1975年 FBI波士顿分局的新秀探员 约翰·康纳利和巴尔杰是取得了联系 将他招募为FBI的有限人 从此波士顿地区的犯罪团伙和FBI之间 就开始了一段合作发财的黑暗历史 巴尔杰想取代黑手党老大 而FBI则想捣毁波士顿地区的有组织犯罪 巴尔杰和康纳利是互相利用 巴尔杰是负责为FBI通风报警 告知波士顿地区犯罪团伙的动向 而康纳利和他的同事 也向巴尔杰等人提供消息 通知他们适时改变行动计划 避免和警察撞车 一直到70年代末 凭借着这种合作关系 FBI是成功摧毁了波士顿的黑手党 而康纳利也因此成为了FBI的明星探员 巴尔杰也是得偿所愿 一手折天 控制了整个波士顿的黑社会 但是这种亲密关系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 因为到了90年代初 FBI也不再把巴尔杰当作自己的线人 联邦政府以敲诈、诈骗、谋杀和毒品交易等罪名 准备逮捕巴尔杰还有他的同伙 康纳利也被控诈骗、受贿和对联邦局撒谎等四项罪名 那到了1994年的12月23号 巴尔杰是逃离了FBI的监视 从此就失踪了长达17年的时间 由于巴尔杰事先得到消息 他携带着情妇 及时离开了波士顿地区 开始了他的逃亡生涯 虽然说FBI悬赏100万美元 但是这位昔日的黑帮老大却一直能够逍遥法外 一直到2011年他才被抓获 FBI根据情报判定 巴尔杰至少到过25个国家 那在这里颇有点羡慕杀驴的意思 而更具有戏剧色彩的是 而更具有戏剧色彩的是 巴尔杰的弟弟威廉·约瑟夫·巴尔杰 在政治方面可是一位传奇人物 那他的弟弟曾经担任过 马赛诸塞州的参议院主席 长达17年的时间 更是在1996年出任了马赛诸塞州大学的校长 他多次因为哥哥的事件而受到了调查 虽然说威廉承认他与巴尔杰有电话联系 但是强调他对哥哥的内心事件是一无所知 并且曾经劝说巴尔杰结束犯罪生涯 投案自首 威廉·巴尔杰反复强调 他对哥哥的藏身地点是一无所知 但是因为被暴露出 他与逃亡的哥哥长期电话联系 最终还是被迫辞职 当然了影视作品也不会放过这样好的素材 比如说巴尔杰的经历就曾经被用来塑造2006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 《无间行者》中的黑帮老大形象 而在2015年的电影《黑色弥撒》 由约翰尼德普主演巴尔杰 更是以他的真实事迹为改编 描述了巴尔杰犯罪而又传奇的一生 如果说是熟悉黑帮故事的朋友 一定会发现 全世界各地总有些城市或者是地区 有着浓重的黑社会色彩 比如说在美国 人们一提到黑帮会自然的联想到芝加哥 那曾有数据统计 在2016年 芝加哥每10万人里就有23.8人被他杀 远远超过了纽约、洛杉矶等其他的美国大城市 这其中92%的犯罪行为为非洲裔美国人 或者是西裔美国人 83%的谋杀案与枪械有关 60%以上的枪械犯罪与帮派活动是有关的 芝加哥因为黑暗暴力导致死亡的人数 甚至超过了战争 从2001年到2016年 美国因为伊拉克战争死亡的人数是4504人 因为阿富汗战争死亡的人数是2384人 而芝加哥在这16年里 就有7916人因为黑帮之间的斗争而战死 远远超过了两场战争的人数总和 而在这其中大部分死亡的都是黑人 凶手也大部分都是黑人 据传芝加哥的黑帮大致分为两种 一种是由一次世界大战后 意大利移民组建的传统黑帮 而另外一种是因为种族隔离主义 由美国南部逃到芝加哥的黑人组建的现代黑帮 1920年到1930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欧洲移民潮中有大量的意大利移民 是涌入到了芝加哥 而这群意大利人是带来了两样东西 一个是意大利的传统黑手党 第二个则是大量的无居所人口 为了安顿大量的无居所人口 芝加哥政府是在1938年正式开始建立公屋 这种公屋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了给暂时没有地方的人 提供一个干净的居所 意大利人很快依靠黑手党 也就是家族黑帮的方式在芝加哥发了家 开始垄断一些黑色产业 形成了芝加哥第一批的传统黑帮 时间来到了20世纪50年代 在美国南方各州是实行着极其苛刻的种族法律 白人和黑人必须要分开上厕所 泳池也甚至分为了白人泳池和黑人泳池 公交车上也只有白人才能坐车头 黑人只能坐车尾 那大部分的餐厅和电影院都公然的在门口写着 黑人不得入内 甚至连喝水都要分成白色和有色人种专用 比如说电影《绿皮书》就描述了 当时南方各州实行的极其严苛的种族法律 由于大量的南方黑人是离开了南方 到北方谋求生活 像是芝加哥、底特律等五大湖著名的工业城市 也成为了他们的首选之地 那这些黑人来到了芝加哥 但是却很难在这个已经就业饱和的城市中 获得工作岗位 那大街上突然多出了一堆无业游民 也是严重影响了城市的治安 芝加哥政府随即想到了当年安置意大利人的那一套方法 决定在芝加哥的南部修建新的人口密集公屋 用来收治黑人 然而政府没有想到的是 在南部修建的公屋中 发展出了芝加哥的现代黑帮 那说到传统的意大利黑手党 组成方式是依靠着血缘关系 也就是说你是我的亲人 你才能加入到这个黑帮 而大部分的小黑帮 则通过联姻的方式来拉拢别的黑帮 而最后形成一个庞大的黑道家族 而现代的黑帮 则是一群为了一致利益而组合起来的人们 因为不存在着血缘关系 那黑帮之间也就不存在通过联姻的方式来化解矛盾 底层的一些打手管理也是比较混乱的 两个黑帮一旦交恶就很容易结下世仇 相比较比较传统的黑帮而言 现代黑帮会显得更加残暴和毫无目的性 因为传统黑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洗白而进入到上流社会 而现代黑帮则完全不在乎 他们就是为了钱、毒品还有刺激 那在传统黑帮家族纷纷转型 金盆洗手之后 芝加哥的地下世界也是江山一主 进入到了现代黑帮的时代 那现代黑帮出起之时 小黑帮为了变成大黑帮 就会采取血腥暴力的手段 方式也异常的残忍和直接 结果就是要么你死要么我亡 那这里就要说到影响力最大的 黑帮福音的老大拉里胡佛了 他从12岁就进入到了黑岛 23岁就合并了一些其他帮派 成立了黑帮福音 1973年他因为亲手杀掉了一名帮派叛徒 而被判处了150年的有期徒刑 被关押到了芝加哥监狱 黑帮之间的战斗是逐渐升级 最后蔓延到了无辜的人身上 在1992年的10月份 一名7岁的男孩在上学的路上 被公屋的黑帮分子射杀身亡 那凶手表示 他当时正在瞄准一个敌对的帮派成员 没想到无辜的小孩子居然会出现在弹道上 当时的这个事件在全美也是掀起了轩然大波 多家媒体指责芝加哥警方 那迫于压力 芝加哥警方也是开始疯狂的搜索黑帮 甚至国民警卫队都参加到了搜索的行列 市政府更是给公屋的所有民众都办了身份卡 并且对房屋进行清查 虽然说影视作品中 经常会把黑帮组织描绘得很有人情味 甚至有时候还会有些莫名的励志 但是毕竟这些都是经过渲染的作品 大家在看这些影视作品的时候还是要理智一些的 黑帮组织对社会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 今天我们分享的内容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些生活中的小八卦 供大家娱乐一下 当然了我找的材料肯定是有一定的局限性 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还是到YouTube美国军委会的视频下方留言 来聊一聊你对美国黑帮的看法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美帝军委会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您的一路陪伴 这里是美国中文电台 我们下期再约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